哈囉,大家好,我是Helick 剛剛剪完片啦 利用這個時間啦 泡杯咖啡啦 如果你們對什麼話題還有興趣 對什麼有關旅遊的話題還有興趣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很感謝 這邊很感謝大家的觀看 那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再記得多多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大家 等一下下午再去拍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我現在來到澎湖的山水沙灘啊 這裡算澎湖一個蠻漂亮的沙灘 帶你們來看一下 先買個東西吃 買了一點炸物 那邊幾隻狗在搶地盤啊 有一個拿著桿子去趕啊 欸,你們看 這個沙灘 欸,比了一番風味 今天天氣還不錯啊 有點微風鬚鬚也不會太熱 前面還有幾個小姐姐在製拍 這邊黃昏啊 這算也是蠻有名的沙灘啊 山水沙灘 等一下啦 帶你們到這邊 旁邊還有一個秘境啊 一個秘密景點 那邊 那邊可以看到整個 去高齡下看到整個山水沙灘的全貌 好,待會帶你們過去來看一下 好了 走來這個 這邊有個地方啊 叫山水山林高地 這條路也不太好找啊 在一個很隱秘的小路 我們可能要搜尋一下這個定位 這邊通常一般是比較沒有遊客啊 只有一些釣魚的人 過來這邊 其實這邊啊 以前也是一個軍事的用地啊 因為這裡居高齡下嘛 所以可以守住那個制高點 待會帶你們看看 相信以前啊 很多人都在澎湖當過兵 可能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戰地 我現在也蠻敢興趣的 欸,你們看 這個 軍事坑道 這邊目前現在位置在這裡 這裡有個炮陣地 還有坑道 上面有一些彈藥庫 我有個邊啊 看一下 這個是以前的 這裡面還有通道 感覺是一個炮 一個炮口 待會看看有沒有路可以通過去 大家都知道澎湖以前是戰地嘛 所以很多這種 以前舊的軍事設施啊 到現在有些都還保留著 這個通王 地道的這個門 現在鎖住了 沒辦法下去那個 那個 機箱標堡 我們從這邊走過來看 你們看這個 小坑道走過來 欸,很隱密啊 這以前異所難攻啊 上面都是仙人掌 這以前 可能都是一些 庫房 庫房 彈藥庫什麼的 這個 哨掌室 看一下 有個機槍堡啊 機槍堡指揮中心 還有軍營 哇 這以前 有部隊駐紮過 哇 從這個下去 下面就看到 就可以看到海 這種應該就是 機槍碉堡 這個都是機槍碉堡 你看 從這個地方 剛好守住 前面的那個 出海口 進出的船隻 看過那個 洛曼蒂登陸的 你看 德軍 就把機槍口架在這邊 面對對面的那個沙灘 這種就是澎湖的仙人掌 這個 黃色是他的花 這果可能都被摘完了 像那個紅紅的 就是他的果 你們這個要小心 這個現在吃 非常自然 你沒吃千萬不要太靠近 你們走到這邊過來 這邊下面就很難掉 走過來看看 這路 不大好爪 這邊就可以看到整個 燒沙湯的景色 你看看 你看看 天安港灣啊 真漂亮 你看看 海水 海水 好爛啊 這地上都是那個玄武岩 很難走啊 你們看 還有這個秘密的碉堡 通進來之後 這裡還有點危險 這個 這個 這個碉堡通過來之後 這裡就有個 射擊垮 面對這個 海灘 就可以把機槍架在這裡 守住這個海灘 我的甩下去不得了 為了你們 為了你們啊 為了你們啊 冒著那個 被仙人掌雜道的風險 先來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景 如果你們有來這邊啊 千萬要注意安全啊 欸 一定要注意安全 這地方真的不太好爬 走上來了 那上面我就不爬上去了 太累了 那個應該就是一個 制高點 看起來很像是 什麼 衛星發射基地 跟外星人 感覺是一個炮陣地什麼的 以前這應該就是一個 炮陣地啊 你們看 這個現在都被荒煙脈草掩埋了 其實這都是 一個豪溝啊 這以前都是軍事用途 隨著這樣逛一圈啊 我更確定啊 這個澎湖重 至高點啊 以前至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啊 孫子兵法有於馬 善攻者行於九天之上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所以說啊 澎湖重 重以前的營區啊 其實還有很多 有些只是 我們從外觀看不出來 其實那個地下坑道 彈藥庫什麼的 其實還是蠻多的 那像這個現在有的已經廢除了 就開放作為觀光之用 好現在來澎湖最美Seven 買個東西回去 Seven買個東西 等一下準備吃晚餐了 好現在我們這期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幫我多多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